晚上洗澡嗎? 我是第一個洗的 我就脫衣服 然後我就猛然的抬頭一看 我就發現有一件內褲就晾在那邊 然後我還說 我就默默的洗 原本就當作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 對 我不知道那個是誰的內褲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結果小九就接近上廁所 接著就說 媽媽 你怎麼把內褲晾這邊 阿姨就 喔 喔 喔 不好意思了 欸 不好意思了 然後她就進去說 然後 喔 對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對不起 你知道我很尷尬 我超級尷尬的 我也不敢說 我怎麼不能出去說 小九那個是誰的內褲 那個是誰的內褲 怎麼會在那邊 我也不肯這樣講嘛 對不對 救命 真的很尷尬 為什麼我是第一個洗澡的 我好煩喔 然後第一個洗澡就是 那個水就沒那麼熱 這根本就是在洗冷水澡吧 天氣很冷 那時候只有8度而已 他們是沒有蓮蓬頭的 我們就是要把水分裝到那個大桶子裡面 再拿那個燒汁往身上淋這樣 出來的水其實就還可以 在搖起來的時候怎麼做出來變溫的 你知道嗎 超恐怖 這根本就當兵嘛 天啊 還好我有當過兵欸 嚇死我 這根本就當兵沒兩樣 好可怕 我後面的血是秋牙 他怎麼感覺好像蠻正常的 然後我就問他那個洗澡水夠熱嗎 他說嗯 嗯 還不錯啊 我說舒服嗎 挺舒服的啊 你不是怕冷嗎 他說對啊 我怕啊 為什麼你不覺得冷 我覺得那個溫度很溫欸 就是有點溫冷溫冷的 然後阿姨就過來說 哎呀 那個第一個洗的會比較冷啊 你可能要先放水放個5到10分鐘這樣子 你要等下預熱 然後你再洗會比較溫暖 阿姨為什麼不早說阿姨 那個水不是開玩笑的冷欸 然後我想說阿姨你為什麼下次是可以早點說欸 不要這樣子欸 馬上進去洗你知道嗎 我想說應該只有我跟老大hold得住吧 那結果只有我 只有我 只有我 只有我洗溫水澡